大家好,歡迎收看新集集,Clash Royale 這遊戲是一個真正的對打遊戲 現在開始玩下去,大家就知道是玩什麼 其實這遊戲好像很熟口面 如果你知道Clash of Clans是什麼 即是暴落衝突 你有玩遊戲的都會知道 Clash of Clans是什麼遊戲 因為基本上全球都有它的廣告,也有人玩它的遊戲 就是同一間公司製作的這遊戲 這遊戲是玩什麼呢? 基本上都是用大部分的玩偶畫出來 用很多人物、兵種的遊戲 剛才有Archer 也有Giant 大家看到下面有那些Skeleton 玩什麼呢? 你看到我在下面,剛剛我打破了一座塔 我下面的那座塔都快爛了 基本上中間那座塔就是皇帝的城 另外有兩個防守的箭塔 你的目標就是要打破別人的中間就可以了 你打破了中間那座塔就立即三個皇冠 這樣就贏了 它也有時間限制 即是可以是打和的這個遊戲 每一張卡 即我下面的這些兵種 就是你玩之前就要設定 所以有一些叫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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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隻兵有一個紫色的數值,代表它很貴 那些兵就自動在下面會自己加 最多是可以儲10粒水 每一隻兵,看看它多厲害,價值有多大 它就會有不同的價值 整場只能打三分鐘,但到最後一分鐘它就會加速一點 即是你會拿到兩倍的水,讓你能打得快一點 基本上我現在可以丟一個箭,應該是射爆它的塔 射爆,稍後就丟一個火球 其實這款遊戲早上已經在香港出現了 而且是在蘋果店裡面 Apple Store已經有的了 現在剛剛就在這個 叫做Android出了 以及在其他地區都有了 我先頭其實下載過 下載過來玩過的,但是我在Android 下載回Facebook的時候 它全部清除了,不知道我是否按錯了,就是它全部清除了我的記憶 所以現在我繼續重頭玩過 沒什麼所謂 現在我剛剛就贏了 因為我打了它兩座,它打了我一座 它有一個王冠 我有兩個 你贏了就有 Trophy,即是基本上是戰功 以及有一個 箱 我 遲些才去評論 基本上你現在看到 我剛才 是打得 打不到它三個王冠 如果不是就可以開到這個箱 但是它平時都會有這些免費的 就有些牌 有些卡在裡面 你就是收集這些卡 如果你收集到相同的話 你就可以升級了 收集到不一樣的 你就有新的 即是剛剛這隻是新的 我可以 可能用它 不用火球 就是可以這樣換你這些牌 現在你見到我剛剛就打贏了這個三棋 即是三個王冠 贏了三十個Trophy 但你見到我沒有補箱 因為它這個遊戲 只是可以給你 同一時間在下方 盛住四個補箱 問題就在這裡 你要開補箱就要時間 看到我開第一個 這些銀色 銀色這些就要三個小時開 金色那個就要八個小時開 它還有一個更加強的 好像要12個小時 你見到我剛剛右上角這邊 我開了這個Crown Chess 就是每一天的活動 每一天你打贏了10個王冠 就可以開了 就會有一些更好的卡 這些箱就有錢 錢是用來升級的 你見到綠色的GEM 基本上就像元寶一樣 是你的Premium 你要用錢買的 除了你可以拿幾個 現在你可以看到有其他的卡 有新卡 然後有很多張 你見到它 2分5 即代表可以升級 多於你要升級的 指數 這個呢 剛剛拿了一個Rare的卡 卡有分三個級別 有Carmen 就是藍色這些Rare 橙色 Epic就是紫色 紫色是最厲害 也是最貴才可以升級的 你見到每一張卡都有一個級別 下面就有 多少份 例如這個Giant 你看到它是Lv2 你要多拿4張這張卡 才可以升級到下一級 這樣就會更加厲害 如果我可以看看這個 要升級就要付這些錢 我可以升級一個 升級就會有經驗 升級會加一些血 加一些傷害 有經驗 左上角就是你的級數 我可以用這個 換這個 換這個 基本上呢 這款遊戲 剛才我說過 是香港早已出現了 我才有下載過來玩過 但是因為我的資料 基本上用了 我會重新再玩過 現在我猜它應該是 全球開放 全球都可以玩的 你們有沒有玩這個遊戲 可能你們已經玩了一段時間 因為香港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 可以一起玩吧 因為這個是realtime對打的 下一集的Clash Royale再見 拜拜